举办御佛法会 同时也希望传递孝道精神 由台湾佛教总会 中华佛教比丘宁协进会 与屏东佛教会 联合举办的御佛大典 邀请朱山长老 法师以及善信大德 参与御佛 佛教团结一心 庆祝本师释迦摩尼佛诞成 沐浴佛恩 也是一种孝顺的表现 今天我们非常的欢喜 来参加这一场 由我们台湾佛教总会 还有屏东佛教会 以及比丘宁协进会 所举办的释迦摩尼佛 御佛大典及路跑活动 我们今天金子山保顶佛国寺 也来共襄圣举 来参加这一场非常隆重 非常欢喜的法宴 在这里我们准备了自己 各个摊位的心意表现 来感谢佛祖 来感谢诸佛菩萨佛法的言传 不但举办这个活动 能够供养释迦摩尼佛 诸佛菩萨也能够宣扬佛法 对佛教徒来讲 佛教徒能够团结一心 为我们的教主来尽心 也是一种孝顺的表达 欲佛时手摇香汤 以制成恭敬的心去洗欲佛身 一方面供养佛 一方面洗涤净除我们的烦恼成垢 来洗涤我们外生的张垢 更重要的是 净除我们内心的污垢 我们能够这样欲佛 能获得很殊胜的利益 十方新闻 黄慧如检玉林 屏东采访报道